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棉服合集 一共有12件,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觉得比较物美价廉的单品 不含任何推广,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我是15890金 今天在36左右 棉服会有拿在手上展示的片段 也有直观的上升片段和细节片段 那这些搭配就放在下一期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另外欢迎大家在弹幕区 给我这些棉服们打个分 从1到5吧,让我知道大家 更喜欢哪些款式 第一件就是这个孔雀绿色的 连帽面包服 它的价格是189 很乍眼的颜色,很宽松的版型 实际颜色是我上升的这种绿色 在阳光下会像前面一样 有一点偏蓝,它是中长款的 对我来说又长又大,但不嫌臃肿 上面的车线是小正方形的格子 可可爱爱又不易跑棉 做工好,线头少,厚实 分量也很足,挺物超所值的 但是颜色确实很扎眼,不好搭配 第二件是双十二文章里呼声最高的 白色收腰棉服,价格是264 不枉我等了那么久 这一件确实挺物超所值的 无论是把腰带扎起来穿 还是敞开穿都很好看 版型优秀,肩线处理好 不嫌臃肿 而且也是厚实,分量足的 外层的面料特殊不易皱 所以轮廓感造型感都强 不过收紧袖子的袋子扣起来 还是很宽松,我是直接打结的 还有就是白色不耐脏 第三件是这个咖啡色羊羔毛毛机车夹克 价格是312 这一件也是呼声很高的 同款还有一个黑色 食物很有质感 但我好像没有拍出来它的美 领子有两个机车扣可以扣起来 倒不是很厚实的 主要是皮衣扛风 真实的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内里是一层羊羔毛毛 没有明显的掉毛现象 皮质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四个是我特别爱的一个雾霾蓝面包服 它带有一个毛线帽 这颜色好看吧 毛线帽是可以拆开的 很像今年大火的毛衣披肩 这两个蓝色搭在一起特别有层次感 不过这一件确实有点显臃肿 侧面和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工是不错的 特别是毛线帽 很显档次 加棉的厚度也很OK 第五件是这个双面穿的棒球服外套 价格是284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一面的 这个颜色就是淡一点柔化的 墨绿色又没有那么深 就很好看 绿色的这一面是没有车线的 经典的飞行员夹克版型 有两个鞋兜和带拉链的褶皱袖子 食物的颜色是这样的 做工和质感都很好 性白色的这一面有车线 没有口袋 版型略微不同 拉链处也有撞色效果 第六件是一件黑色羽绒服 因为是白鸭绒的 所以价格比较高是564 前后各有两条抽绳 袖子也有两条 算是一个设计亮点 我看卖家袖和别的买家袖 穿起来都挺好看的 我一直都细得很丑 因为是羽绒的 很轻薄却很暖和 但是面料易皱 这一点不是很喜欢 第七件是这个黄色短款的灯芯绒棉服 价格是178 同款还有很多神仙颜色 这一件就很可爱 而且意外的不显状 长度到真胯的位置 对假胯宽女孩并不是很友好 所以我没有穿紧身裤排 很厚实 敞开穿也挺好看的 做工不错 细节和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第八件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派克服工装风紫色的 价格是248 上下有四个工装风的口袋 帽子的毛铃很大 所以非常大气 版型不错 但是有一点偏薄 里面是加了一层绒 袖子是夹了一层棉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面料质感 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很赞哦 买它 第九件是今年很流行的羊羔毛外套 我买的是佛色的 价格是168 这一件其实很不满意 质感不好又薄 我已经退掉了 喜欢这个设计的 我有另一个一链接 之前在朋友那里试过 感觉特别好看 而且质感好 但我自己买的至今没有发货 细节可以感受一下 第十件是一件黑色的收腰棉服 价格是168 也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棉服 扎起来穿有一点显状 但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细腰已经露出来了 就不会给人一种很胖的感觉 这一件去年就在我的购物车里了 终于买了 而且没有失望 是值这个价钱的 敞开穿也还不错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倒数第二件是之前和大家见过面的一个 鸵黄色的机车夹克 价格是429 我觉得确实是一件很有设计感的外套 而且质量质感都很好 这颜色的外套也不容易找 敞开穿很好看 短款的适合小个子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鸡皮的质感不会比机车皮差 而且柔软随性 短阳高毛的质量也好 不存在掉毛的现象 最后一件是米白色和鸵色拼接的 也是带收腰的一个棉服 价格是228 这一件是拼色的款式还不错 但是质感一般厚度也一般 没有很惊艳的感觉 侧边和后背是这个样子的 整体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和第二件的白色对比一下 这一件是杏色偏鸵的 最后这一件是刚到的 价格是119 粉色的 后面的细节片段更接近真实的颜色 做工和质感中规中矩吧 也不算是厚实的 确实是便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三连呀 你们的互动就是我 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因为昨天晚上才帮回我自己的家 所以今天就很仓促